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眸来时路 旧法用心知 大家好 我是莱瑞玲 1983年2月5日 花莲慈悸医院的第一次动土 将在国府里预定地举行 当天虽然是细雨纷飞 不过慈悸人的内心却是无限欢喜 每一次动土都是慈悸医疗 为普及众生解脱苦痛的耕耘 每一次整地都是慈悸人 许下众生得以平安健康的心愿 1983年2月 花莲慈悸医院进行第一次动土 距离正言上人 发愿在花东新建医院 已经过了三年又九个月 这段经历自行洽谈七块土地 均无成果的日子 到了1980年10月 在当时省府主席林阳港和前总统蒋经国陆逊来访后 建院土地才有着落 花莲国府里这片河川地 1981年5月确定可成租作为建院预定地后 长达一年的现有地上物赔偿 如火如荼的协商者 1982年6月 终于取得原有19户使用人的同意 接下来便是地址探勘测量等工作 建筑委员会也于7月成立 花莲慈悦的建设 终于从纸上规划进入实地作业 1983年2月的破土大典 也因此成为全省慈悸人最大的想望 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 禁思禁舍的德轩师傅来和我们分享 慈悸音乐第一次动土典礼 前后一些温馨的故事和画面 感恩师傅 你好 主持人好 还有电视剧前各位菩萨大家好 师傅我们来看这第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 照片上有上人 还有慈师傅 德慈师傅 还有许多的慈悸委员 那在前方还有真华法师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合呢 好像是第一次动土典礼前的法会是吗 这个是以我们传统佛教来讲 一件大事要开始都会有一个拜拜 就祈福诸佛菩萨能够祝福这一个建地上 所要做的事都一切平安吉祥 是一个祈福会 所以前面的真华法师他是代理师傅上人 因为师傅上人是上人邀请师傅上人 为建筑委员会里面的主任委员 那施工年纪大了 所以就所有我们建院的很多宗教界的相关事宜 都正华法师主动来协助关怀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祈福会 在之后也看到了这一张照片 上人还带着弟子们还有委员们 好像在这一块土地上 要做一个也是一个仪式的样子 我们这个也是一种像念佛法会 因为大家就是念着大悲咒 然后就是希望我们的虔诚的心愿 能够上达诸佛听 也能够希望诸佛菩萨 能够降临这样的一个大道场 能够让一切都有正面的善因缘 平安吉祥 在祈福会之后那就要整地了 我们在这张照片上看到就整地的情形 画面中的是上人 师父可以帮我们回忆一下 那当时这块土地上面的情形吗 本来这块土地是一个荒汇的土地 所以本来整块土地就像旁边高高的书这样 全部都这么高 是 所以当我们已经看好说要日期 有日期看好哪一天要开始动工了 所以花林委员就带动起来整地 那来整地来的人都是委员带着他的会员 甚至于亲戚朋友 就带着他们自己能够拿到的水桶 手套刀子菜刀一起来整地 那第一天来是这么 大家可以看到那个竹子那木棍那么长 所以听说连他们相关的去认识到林务局的 他们把电锯都带来 大人小孩老人 通通一起来就觉得说这是花林地方上的一件大事 在花林地区即将要有一个能救人救急的现代花艺院 大家都乐观其成 大家都全力以赴 那师傅当时怎么没有想说干脆找工人来 然后用工具大片的枕呢 当时我是没有去问 可是我是觉得上南朝南希望说每个人有参与 就我们家有事 大家一起来参与 一起来关怀 可是我知道到了后期的时候 也是有一些助员出现了 就像是这一位大德 这一位罗金吉先生 他当时提供了什么样的协助 他本身是经营怪手 怪手的这个就是他自己有怪手 可以在工程上 他可以接工程 那我们当然有这样子的工程 就找他来做 可是他一边做一边参与一边听 还有跟上人接触 他也越来越感动 不仅说只是找到一份工程 他自己也捐钱 那也都主动一直来参与 一直到我们整地完 然后整地完上面就是要破土 就需要有一个台子 台子要高 而且要扎实 人要在上面走 他都主动来协助 来帮忙规划 那师傅在整地的时候 我们的金色师傅也会一起投入吗 我们常常说静日静色是整个慈祭 往前迈动的最大后盾 只要需要 只有这样的姻缘 我们就全力以赴 所以整地的时候 只要有听到说需要 有人派车进来 因为要交通工具 有人派车进来 然后此事有讲 我们就去协助 当时人不多 当时我们出家中 才十个左右 是 所以我们在照片上有看到 是德和师傅和这位罗居师 就一起来准备典礼台 是 搬石头 都是很粗重的工作的 好像除了我们金色师傅之外 也有台北来的志工 画面上看到的是 陈景花师姐跟卓池燕美师姐 陈师姐在那个时候是委员组长 那时候很多资深委员 他们都只要有时间有空 他就带发心的大德 回来看上人 回来看看我们要建医院了 所以他们回来就随时 那上人到建地上 他们就跟着去 大家在工作 他们就跟着工作 是很感动 因为他们在台北 他们的生活圈 绝对不会做这些事了 所以我们看到 经过大家的努力 终于原本的荒地 成为了一片可以用的预定地了 众志成城 花莲慈苑第一块预定地 国府里 地面上的丛林杂草 志工们花了两天便清理完毕 接下来便是动土典礼时的舞台搭建 全省委员轮番接力 有工具的出设备 有时间的处理器 前后半个月 大家为了医院动土全新投入 也因此为建院经费 省下了百万元之谱 原在台中的应顺导师 也为了工程顺利圆满 委托了真华法师 协助正言上人筹划典礼 虽然当时财力 人力皆克难 但是众人支持建院的心意 却是丰盛而美好的 接下来看到这张照片就真的很珍贵 因为是1983年的2月5号 就是我们第一次动土的现场 我们看到照片上有真华法师 还有新云法师 许多珠山长老 这么多重要的佛教界的代表领袖 来到这里 当时我们是怎么样邀约的呢 因为我们上人一开始 就是征得施工上人的首肯 所以才开始规划建院 所以施工是我们整个建筑委员的主任委员 施工就把所有跟慈祭相关的建筑 有关宗教的事 授权给真华法师来帮忙关怀 所以这些法师都是真华法师 写名单 一个一个打电话 那打到说这位法师在这一天有空 那真华法师才带着上人 一个一个去拜访 当然上人也去到佛光山 去到台东那个祖云法师 还有那个松山寺的林根法师 上人都亲自去邀请 也感恩这么多的老法师 一起来共享盛区 庄严到场 所以师父在动土的前一天 听说就是我们的发放日 为什么当时会做这样子的安排呢 这是上人决定的 其实几十年来上人都很疼惜 委员的时间 所以上人每次都是在有 有什么大型活动 就是顺便把它能合并 把它顺便合并 我们动力发放 在那几年 每次动力发放 各地区的资深委员 都会主动回来参与 因为那是花莲本会的一件大事 既然大家都回来了 就第二天再延续 再多办这样的一件事 动土典礼前 参与盛会的珠山长老 提前一天来到花莲 参观了建院预定地 又到禁思经社 详细讨论典礼当天的流程 十二位法师利林 让小小的禁思经社 和花莲会众倍感荣幸 傍晚时分 更是来了一位 不请自来的宾客 其实李先生 当时已经是 台湾的沈主席了 不过听说他是 特别前一天就来 而且还参临了我们的发放 对 李主席专程来看我们的发放 上人跟他讲述 我们发放的方式内容 他非常的感动 我们每年发放 就是给所有的个案 给他们 不管他是新的个案 旧的个案 绝对不停 那就是给他吃的用的 那都刚好也是希望 能够把他凑到说有十样 还包括一个红包 所以李主席就很感动说 当时的社工员 全台湾省政府的社工员 也是三百多人 当时慈祭委员也只有三百多人 为什么我们可以做得这样的完整 上人就说这可能就是一份宗教力量 就是像上人就把他分析说 就是职业跟制业不同 制业就是以自愿服务为方向 大家都自愿服务的 所以就是怕说我做得不完整 因为我欢欢喜喜来做 职业只是一份工作而已 所以李主席非常的感动 在发放那一天 他很感动还当场捐了三万块 来赞助我们的建院基金 当林阳岗先生和蒋经国先生 陆续造访过近似金社后 中央和省级官员每到花莲巡视时 均会安排跟正眼法师会面 关怀这位身无分文 却立志在花东盖医院的师傅 1983年第一次动土典礼前 为了迎接各界贵宾 县政府主动协助 将近似金社外的四米小路 拓宽为八米 路虽然拓宽了 但是城市的天后却并不如意 可是我知道当天 其实也令大家比较担心的 就是阴雨绵绵的气候 这雨不停地下 这个地板就会很泥泞 那师傅要怎么办才好 因为我们的地才刚整过 当时的李主席邓辉先生 就跟上人说 风雨深信心 给上人很大的安定力 那也因为有这样子下雨 就有花莲的师兄师姐 他就跟慈师傅建议说 我们是不是因为花莲 是乡下有农产地 所以就去拿这些米糠 米糠它连米下来的米糠 是整个像山一样 那我们就去拿这个米糠 来铺在建地上 结果这个想法非常好 比穗子是好运斑 而且他们一弄下去 很多人就想到 《密托经》里面写的黄金菩提 就整个地就变得很好走 您提到了黄金菩提就像这张照片看到的 上人跟李登辉先生 这样子踏着米糠进来 不仅干燥而且又很环保 听说在那一场的这个动土典礼上 李先生也给我们很大的祝福 后来上人再去见李先生的时候 他说我特地禅了十下 禅了十下就是祝福大家 这个工程能够十全十美 所以我们在画面上 在纯的录影带上面 就看到李先生真的是一惨一惨的 以这份虔诚欢喜的心 禅了十下为我们动土 盛大的动土典礼在法师祈福中圆满完成 正当慈祭人满心欢喜 期盼建院工程正式开启时 却收到了令人沮丧的消息 师父谈到了那一天 那一天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呢 有一天下午军官他走进来 连鞋子都没脱就走进来 然后他就说要找正言法师 就上人走出来 他只是说你刚动土的那一块地 军方要用暂缓施工 然后要走的时候 他就回头看上人说 我会有正式公文来 就是八个字 所以上人听到这个话 因为大家都真的是都傻掉了 上人进到里面 上人就常跪在佛前 常跪在那里 不吃不喝 大家都不敢怎么去问 但是上人就是不吃不喝 一直到过了很久 我们台北的老大师姐的先生 前先生 他是堂厂退休 他也是来帮忙操写东西 他看不下去 上人都没有吃 这怎么可以呢 所以他就跪在上人的书房的纱窗外 他就一直叫上人起来 上人一看一个老先生跪在那里 上人就叫他说你起来 他说师父你不起来我也不起来 上人说你起来 他就说师父你不起来我也不起来 后来上人说好我就起来 结果他说师父你起来 你一定要吃一碗我煮的面 那结果上人就跟他说 上人说好 他就前先生很会做盆人的事 他就煮了一碗面 可是上人走出来以后 上人就交代 我们因为上人一再讲 我们从民国55年开始 上人一再最要求的 就是要财务清楚 那所以上人就马上教大家 要把里面建院的这些账目 把委员请上人呼吁所有的委员 说你自己手上的券目本 所有捐建院的钱 你们再看一下 总共差不多多少钱 然后我们在本会 财务的这几个小姐 包括当时的静奇师姐 他们都来帮忙 就一起来帮忙 把每一个委员的账 上人叫他们说 每个委员就给他一个明细表 哪一年哪一月捐了多少钱 上人说如果我们没有姻缘 可以建医院 我们把钱每一个委员都退还给他 所以当时上人出来之后 是下了这个决定吗 那除了退款之外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做 当然上人是这样子 这是最坏打算 可是以当时在上人旁边的志工 就是现在的林副总 碧玉师姐 他当然觉得说我们再找找看 因为这是花莲的一件大事 不是只有这样子 所以他还是到处去问 还有没有一丝希望 所以林小姐常常去外面到处去找 因为林小姐她本身她是个会计师 她有她的社交人脉 她到处去找 如果有一点讯息 她能进来跟上人讲 讲了以后就再上人出去看 就到处去看 尤其在过了一个多月以后 我们就刚好一年一次的佛妻 那打佛妻 我们是佛妻的习惯就是 拜经一字一拜 这样子拜 一支香都大概一个半小时 然后绕佛 绕佛也一支香也大概一个半小时 那绕佛就是 绕佛完静坐 开静以后 上人就开始讲静 讲法法静 每年都是这样的流程 所以上人每次都是在大家 绕佛绕法的时候 上人就出去看 看地 有时候看地还没有回来 就拜绕佛绕法再绕一次 然后再听一下 还没有回来就再绕一次 然后就如果归位了 就表示回来了 那有时候就不知道 就跟着这样绕 然后绕到归位了 要静坐 然后大家一开静 眼睛睁开 上人已经穿海青 大家沙 很庄严地坐在那里 一开静 上人又开始讲经 在场没有一个人知道 坐在这里的上人 也许十分钟前 上人曾经讲过 为了找地 他踏过坟地 踩过棺材板 也许十分钟前 他在坟地上 在棺材板上 在看着哪一片地 跟慈祭有缘 可是老人家这一份 宗教毅力的淡定 所以上人当时 他上人就讲出来说 能说出来的苦 不算苦 好汉打拖牙 喝血吞 才是真的苦 上人都没有跟委员讲说 我们的地错状况 要让委员有信心 因为还没有到最坏打算 所以上人还是照样的 武艺委员 照样的讲法 但是还是一直地去找地 上人的这一份毅力跟坚持 终于在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军方 还有花莲农校 各个单位的共同协助之下 让我们可以用原本的 国府里的预定地 来做换地 更换到花莲农校的 这一片实习的农场 其实这中间的历程 真的是历尽千辛 但是终于有了适合的土地 新土地上面 还需要再整地 再探勘 再做整理的工作和设计 一切又要重新再来 所以师父讲到这一段历程 特别是您 那个时候还是一位俗家弟子 在头两年的时候 这样子跟随着上人 看到上人 经历了这么多困难的道路 现在想起来 您的感受跟感想呢 上人常常是以身示教 上人用他的言行 来呈现出宗教毅力 上人不轻易发怨 但是上人发的怨 上人一定会慢慢地去完成 当初在花莲地区 上人说要建院 没有一个人觉得可能 上人讲 大家的回应的声音很小 是讲经国先生来了以后 觉得一位这样的比丘尼 愿意做事 你们要把他当作地方建设 所以花莲地方人士才开始 因为中央已经肯定了 才开始有回应 那上人一这样的习惯 上人就是往前走 上人是觉得说 像早期上人在 听说早期在中部 上人在池云市 上人往前走 那个都是田间小路 骑脚踏车 如果说前面的路不平 还是说有一个小水沟 上人一定是下车 扛着脚踏车 往前 跨过去以后再走 绝对不会走回头路 所以这一次的建议 到后来的建议学院 都是上人只要笃定 这是一个慈祭的方向 上人一定会很诚恳地 来结合所有的众缘 来慢慢地完成 这个是我们在上人身上 看到的宗教毅力 正言上人常说 人要克服难 不要被难克服 我们听到慈祭医院的建议院过程 就能够感受到 上人那份难行能行的心 他不断用他的行动 来做他曾经说过的话 今天非常感谢 德轩师傅的分享 感恩您 当然也很感恩 全球所有的大德菩萨 大家都可以看到 慈祭之夜体 每一砖每一瓦 不仅有上人无名 绵绵无尽的心血 也有你们常年互持的 点滴的心力 都在发挥救人救气的功能 感恩大家 也祝福大家 感恩今日的收看 回眸来时路 我们下周见 这研发室 是我们佛教的一个比特尼 就是女中 不过她虽是一个女中 可是有丈夫的气开 甚至虽瘦肉 但是她的精神很广大 我想这个慈祭综合医院 未来一定很快 就把她行进完成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